在韩国电影院躺着看玄冰出演的新电影是什么体验 这好像是疫情以来我第二次来电影院看电影 冷冷清清呀 今天要看的是玄冰我爸主演的共著2 先来取个票吧 他们这种电影票就很像那个收剧 一点也没有中国电影票那种仪式感 对于票剧收藏爱好者真的很不友好 算个爆米花安抚一下 入场啦 影厅不是很大 而且不像是去年那样间隔着座位坐了 每排的空间也宽敞了不少 哇哦 原来是可以将座位放倒的 我真是太久没看电影了 连这种升级都不知道 这样一来就可以躺着观影了 不得不感叹现在真是越来越方便了 电影播放前的广告真是格外的长 我记得好像是播了10分钟 爆米花都要被我炫完了 很多年前看共著1就觉得很好看 感觉第二部也没有令人失望 尤其是还增加了一个混血帅哥丹尼尔亨利 我摊牌子 我就是来看帅哥的 当然剧情也是很好看的 动作戏很多 也有很多搞笑的情节 我觉得值得一冲 也有很多 成功 他的 交쟁